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制作了一个21集的 中华自然医学食物防病治病讲座 现在是第二集 第二集的名称叫做长命饮食 长命饮食就是仿造母乳成分的长糖生酮饮食 大家要把这个长命、药命、救命饮食 这三集一次把它看完 你就会对应该怎么吃东西 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我本身是西医师 在过去二十几年来 我做了加护病房外科、麻醉科、急诊科 做了二十五年 最近十年做自然医学医师 我本身是一个长期执行 严格断糖生酮饮食的医师 我不但自己做严格断糖生酮饮食 我也是要我的患者 尤其是旅患的很多重症 中医、西医都看不好的患者 来做严格的断糖生酮饮食 也就是救命饮食 其实推广这个断糖生酮饮食 在推广上非常困难 因为一般人都对什么叫生酮饮食 搞不清楚 什么长糖、低糖、断糖 都没有很少人清楚 还有就是专家、学者 医师大多数都不认同 什么营养师、新陈代谢科医师 他们都会瞎我的病人说 哎呀你不要吃生酮饮食 断糖生酮 生酮饮食会酮中毒 会怎样啊 会什么 甚至会死亡等等 这个就造成我本身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制作一个 这个饮食方面的这个专辑 给我的患者能够有一个依据这样 还有就是市面上有很多书 讲这个生酮饮食 可是很可笑的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治疗 做自然医学 用生酮饮食来治疗疾病的医师 我发现这些书 没有一本是台湾人写的 绝大部分都是国外的 日本、欧美 大部分都错误了 错得很荒谬的很多 那讲到生酮饮食 这个书 这本书 这个名字的书好像很流行 很多人都很多书店都出 生酮饮食这个四个字 已经被神圣化 也被污名化了 赞成的人就把它神圣化 哇好像不得了 你吃生酮饮食 污名化的人说你千万不能吃 事实上 生酮饮食 就是我们正常人都应该吃的一种饮食 不是只有生病的人吃的 因为它可以分成长糖、低糖、断糖 那么我就是吃断糖 糖很少 那么正常人 糖可以占50% 就是淀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最上面这边呢 是一个婴儿 十个月大的时候 妈妈给她喝的母乳的成分 这个碳水化合物占46% 脂肪占47% 蛋白质占7% 那么所以我们讲的 长糖生酮饮食 就是说你的淀粉可以占50% 脂肪要占40% 蛋白质占10% 这个叫长糖生酮饮食 那为什么叫做生酮呢 因为我们人就是用 可以用葡萄糖 也可以用脂肪酸来制造能量 那么如果你是 都吃很多淀粉的话 你是一种生酮的人 就是用葡萄糖作为原料 可是我们人如果说 有一部分也是会来自脂肪 可是脂肪如果要燃烧的话 这个长链的12个碳以上的脂肪 它没有办法直接进入细胞 一定要经由肝脏 肝脏把它代谢成 分解成四个碳 四个碳的酮 还有三个碳的酮 来取代葡萄糖燃烧 所以说我们讲的正常饮食 也叫做长命饮食 就是仿造母乳成分比例的饮食 就是50比40比10 所以说长糖生酮饮食 就是一种均衡饮食 一种正常饮食 一种不生病的饮食 长饱健康 吃的也会长命的饮食 那到底什么人 每天都在吃长糖生酮饮食 自己却完全不知道呢 就是婴儿嘛 妈妈如果给婴儿吃母乳的话 母乳就是最好的 生酮饮食的配方 所以说每一个婴儿 青少年承认老人 都应该吃长糖生酮饮食 吃长糖生酮饮食 是维持健康的不饿的方法 没有其他好方法了 没有其他更好的饮食 那我们前面讲到 就是油脂的摄取量 要占这个热量的40%到47% 那我们要 食物上我们要怎么吃 才能够占到这个比例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早餐 我建议大家不要吃 面包啊吐司啊馒头啊 这些稀饭啊 这个早餐 早餐你就是吃油 吃油 比方说吃这个 Omega 3的油 10cc Omega 9的这个10cc 这个369都在里面了 369都在里面 然后再加一点MCT油 这个MCT油 就是来自椰子油 提炼的含中链脂肪酸 MCT是中链脂肪酸 8到10个碳的中链脂肪酸 可是它虽然来自椰子油 可是它跟这个 椰子油完全不一样 中链脂肪酸 你把它放在这个冰箱里面 5度C以下才会结成固态 一般的椰子油 你放在这个室温 25度C以下 它就结成固态了 所以说大家 买的这个 如果人家说那个是MCT的话 你就看看25度C以下就结成固态 那个就是甲的MCT 含有这个 液桂酸 很大量的 这种是假的MCT 不是真的MCT MCT是只有含这个 C8跟C10的 没有液桂酸的 或者很少 绝少的才叫MCT 这样 那么40cc的油 当然每个人可以比例不大一样 然后再加一点这个上叶粉 上叶粉 上叶粉呢 加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要把油溶解在里面 你就不会感觉到喝油那么恐怖 再加一点B群 再加一点这个杀鸡 或者其他任何你觉得 有点酸酸的 可以去掉油味的东西 再加一点甜菊 摇摇 然后再加点水 再加水 再摇摇 然后就喝下去 喝下去 这样一喝呢 40cc的油 因为一公克的油 会产生酒卡的热量 那么一个早上你就吃掉360卡了 等于吃了一两碗饭了 那么所以我们油可以分为可见油跟不可见油 可见油就是眼睛看得到的油 它里面没有电肥没有蛋白质 那不可见油呢 就是来自肉啊 黄豆啊 这些很多很多东西 看不到的油 那么我们人体一公斤 最少最少 你可见油要吃到一公斤体重一cc 就是说你60公斤的人 一天最少要吃到一cc的可见油 用直接吃的 不是炒菜的 像我们比方说我本身 我可见油我吃到80cc 不可见油大概会吃到20 所以我一天是吃到100cc的油 就是Omega369把油吃到100cc 那100cc会不会太多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70公斤 看你几公斤 一公斤要30大卡的热量 所以大概算几点 就是一天要2000大卡 那么2000大卡里面呢 40%要来自脂肪 那么800大卡的油 热量来自多少的油呢 800要被酒除嘛 就等于90公克 90cc的油 那么像我来讲 我自己我吃了100cc的油 也就是说我一天的热量 有来自油的有900大卡 那么900被2000除的话 等于45% 差不多就是等于 生酮饮食的这个47%了 母乳的47%了这样 所以说油一定要吃到够 油不吃到够就会生病 那么午餐怎么吃呢 午餐我原则上是吃素食 这个蛋 比方说所有的绿色蔬菜 它都不算 它都不算这个 不算热量的 不算淀粉 不算蛋白质 也不算油脂的 然后这个一颗蛋 是有60公克 可是它含有48公克的水 所以你吃一颗蛋 大概只能够吃到 6公克的蛋白质 那么如果你有吃肉的话呢 你就可以一天可以吃两三片这样的肉 肥一点的比较好 这样 还有鸡腿这一块是200公克 大概鸡腿 它这个大家看这个瘦猪肉跟鸡腿差不多 100公克 这里是100公克为单位 它大概含有20公克的蛋白质 所以说200公克就含40公克的蛋白质 你一天大概吃个差不多一根鸡腿就40公克的蛋白质了 大概这样的一个肉量 我们一天一公斤体重要一公克的蛋白质 这样也就差不多了 加上其他东西 还有就是说像这个米饭 它含有的碳水化合物是41% 所以你一天 如果你是吃长糖生酮饮食的话 你一天吃个一碗40几公克 两碗80几公克 那么一天长糖生酮饮食的人 可以吃到200多公克的淀粉 所以是淀粉其实也是可以吃 不是坏东西 很多人说断了糖人就会健康 其实不对 很多书乱写 那么我们讲长糖生酮饮食 重点就是在要吃到好的油脂 细胞膜才能够正常的振动 还有减少酸的生成 还有各种燃料的比例要合理化 这个就是长糖生酮饮食的这个目的 我们来看一下 油脂对我们细胞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们人体有60兆个细胞 这个细胞膜是两层的油脂做的 细胞膜的它是一个生物膜 这个红色的是蛋白质 这个细胞膜 它是活动的 它会振动的 我们细胞跟细胞之间沟通 就是用正弄的嘛 那我们的这个肠道 肠道有嘴巴到肛门 大概有三层楼膏 那么它里面很多鲜毛 这个鲜毛事实上 你把它摊开来看 你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 那个鲜毛里面 它有一个肠年膜 肠年膜它就是两层的油脂做的很薄 比这个塑胶带还薄 两层 所以我们这个肠年膜要好 你才能够吸收营养 才能够好的这个防卫 让好的东西进来 不好的进不来这样 这个是一个被动应输 上面浓度高的会渗透下来 不能有洞 有洞的话不好的东西也会跑过来 引起过敏等等 肠肉症 那么这个是一个被动应输 主动应输 主动应输 这个就是ATP 大家看一下这个有脚的 这个是ATP 它释放出来变成ADP 然后就推动 需要能量来推动这个 把不好的东西送出去 把好的东西吸收进来 第二点呢 就是说油脂 烧燃烧多一点油 可以减少细胞内酸的生成 这个是立腺体 立腺体可以烧葡萄糖 也可以烧脂肪酸 那么我们烧葡萄糖 烧脂肪酸要有一个好的比例 比方说葡萄糖五成 这个脂肪酸四成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比例 那么燃烧的时候呢 这边最左边这边就是脂肪 葡萄糖跟脂肪酸 同跑来这里 然后就变成水跟能量 那我们人 能量就是ATP 这个葡萄糖 C6H12O6是葡萄糖 葡萄糖如果完全燃烧的话 会产生38个ATP 同时放出6个二氧化碳 那么386除就是6.33 如果你多燃烧一些脂肪酸 少燃烧一点 这个葡萄糖的话 对你身体比较好 因为燃烧脂肪酸的效率比较好 比方说这个16个碳的这个中里酸 它可以放出129个ATP 16个二氧化碳 129倍16除等于8.06 所以8.06跟6.33比 就是说燃烧脂肪酸会放出这个 比较多的能量 比较少的这个废弃物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生酮饮食里面的一个 一个必试定理 一个一个定律 这个大家都不会去否认它 再来呢 就是说我们人 各种燃料比例要合理化 那我们人就是 比方说一部车子 你车子柴油的就加柴油嘛 汽油的就加汽油嘛 如果你的车子呢 柴油车加了汽油就不会跑了 汽油加柴油也会当机一样 那么我们人这一部车 它也需要燃料嘛 燃料就是碳水化后 油脂蛋白质 它们要呈现这个50 40跟10的比例啊 如果你乱加 成口服之意 碳水化后吃太多 油脂吃太少 就等于是车子的引擎 加错油了嘛 比例不对 车子就跑不动了 当然我们人体会慢慢的适应 可是久了车子毛病就会出来了 因为我们这个立腺体 立腺体就是燃焯葡萄糖 跟燃焯脂肪酸的嘛 那么这个立腺体坏掉 疾病就跑出来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因为脂肪酸 尤其是必须脂肪酸 如果你不够的话 你就我们60兆个细胞 就没有办法维持它正常的功能 尤其是脑神经细胞 六七成都是油脂做的 所以脂肪酸必须脂肪酸 就好像建筑物的水泥 如果千万不能偷工减料 偷工减料的话呢 就会影响品质 比方说你做一个水池 你就哎呀 这个省一点功好了 省一点料 本来100包水泥的用了20包 这个水池 可能还没有装水 就崩塌掉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 食物的比例不对 油脂不够 很容易产生这个肠肺脑漏 这是一个示意图 上面这个是蛋白质 不会跑到身体里面 这个蛋白质跑过来了 还有这个好的 这个氨基酸 营养素就卡住了 吸收不进来 所以呢 我们吃到好的油脂 其实我的患者很多都是 吃了好的油脂以后几天 就前后判着两人这样 那你吃到好的油脂 你细胞里面的这个酸碱值 就比较能够维持恒定 比方说我们细胞内维持7.2 细胞外面维持7.35到7.45 这个就好像你一个电脑师 你要维持恒定 恒温 不能够太热 也不能够太冷 那我们的神经呢 一秒传导100公尺 传导100公尺 那么还有神经传导素 要释放出来 要释放出来 你的这个酸碱值 就是要适合嘛 你看我们的这个神经 一个神经传下一个神经 它这个中间 它并没有黏住 神经跟神经之间没有黏住 为什么会传呢 因为它就是有神经传导素 这个神经传导素 它就好像我们玩 借力赛的借力棒一样 这个传给下一个 下一个就把讯号传下去了 所以说神经传导素 有可能有几百几千种 这个是我们常见的几种 什么肾上腺素啊 这个正肾上腺素 这个高的话 你就会恐惧愤怒会生气嘛 血清素不过就会有异症嘛 βN多就会很快乐啊 多巴胺多也会洗液啊等等 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素 也是要油脂才能够制造啊 对不对 这个是寡凸细胞 我们的身体 这个它会修补神经 修补就是要用到原料嘛 我们身体的这个 神经本来传好好的 可是有时候难免破损 那破损你以后呢 就是要有这个油脂来修补啊 如果你这个没有油脂 你的寡凸细胞也没有原料 就好像水泥酱啊 你不给它原料 它就用泥巴给你随便糊一下这样 如果我们的油脂不够 神经太酸 这个神经细胞就会慢慢死亡 淀粉湿太多呢 也会这个类淀粉堆积 这样 就慢慢慢慢的脑细胞就萎缩了 这个也是阿兹海默症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因 这个右边是萎缩的脑 左边是正常 右边萎缩左边正常 这个是阿兹海默症 这个是正常 这个是阿兹海默症 脑细胞空洞化 所以说细胞的立先体 相当于隐情的内燃机 这个内燃机 你就烧烧烧葡萄糖烧太多了 这个脂肪酸都没有烧 久了就烧坏了 那么这个葡萄糖 进入我们身体里面 这个胰岛素 胰岛素 作用在这个胰岛素接受体 就会让葡萄糖的通道打开 打开以后呢 它就会产生能量 产生ATB 那我们人能够这样运动 就是因为有能量嘛 这个也是能量 我们做任何工作 都是要有能量 那么还有我们的身体 这个主动运输 也是要有能量 所以能量很重要嘛 不管是脂肪酸 还是葡萄糖 都会帮我们产生ATP能量 这个能量ATP 就可以打开这个通道 就像这一个 这个是ATP 三个零 Triphosphate 三个零 就是说 凡是用这个氧气 用这些很多微小的生物 用的都是ATP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ATP 三个零的 三个零的 如果说它这个零放出来就是能量 这个零就是能量 所以说很多这个生物 就是放出ATP 放出一个零 放出一个零 很多生物就可以活动了 不管你大大小小的生物 地球上的生物都是这样 就是产生ATP 大家看这个ATP 放出能量 变成 ADP没有能量的 来这里充电 这个就是我们的立线体 充电 同时产生水这样 所以说 人体细胞所制造的这个 废弃物 一定要完全被排除细胞外面 那 我们身体要有好的能量 废弃物不要太多 那个我们吃东西 如果没有吸收的话 就会变成大便 由肛门排出来 你吸收了以后呢 大部分是由膀胱排出来的 所以膀胱排很多酸 大部分是酸 铜酸、乳酸、尿酸、柠檬酸 这个酸一定要被排出来 如果你这个细胞膜不好 比方说神经细胞 什么细胞 它里面都有一千个立线体 这个立线体 就是要把废弃物排出来 所以细胞要把废弃物排出来 所以尿一定要呈酸性 像这个是尿的酸减值 尿的酸减值 我们把这个四指放在这个尿里面 就会出现五六七八 不同的颜色 上面这个五六七八 中线是七嘛 那我们的尿最好是呈先五 或者六以下五点多 这样是正常 你的尿千万不能成过七八九 这样的话就是尿呈碱性 细胞就是酸没有排出来 还有就是脂油肌 脂油肌也是可以检验的 脂油肌是另外一种废弃物 跟酸不但一样 脂油肌 我们把尿放在上面的这个玻璃瓶里面 就会呈现下面这种不同的颜色 颜色越淡越少 颜色越红越多 所以说酸跟脂油肌是一起长出来的 就好像是一种车子排废弃一样 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酸减值 在平衡的这个状态 酸性体质会引起哪一些疾病呢 最常见的 大家最知道的就是癌症 因为在1931年诺贝尔奖得主 Dr. Otto Warburg 他就提出来了 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个酸减值是7.2 如果你的细胞里面太酸 累积太多酸 那么正常细胞就活不下去了 这个DNA就会突变 突变 变成癌细胞 才能够适应这个酸的环境 大家看我们这个肺癌 它是癌症的第一名 当然诱因很多了 不管它诱因什么 这个 它的最后的成因都是细胞内太酸 这个是细胞 这个是栗腺体 栗腺体里面有DNA 这个DNA你看它就突变了嘛 突变了 变成癌细胞 变成这个癌细胞 好 心身血管长上去了 这个癌细胞开始长长长 长到0.3公分以上了 就有的癌细胞会跑出来 它跑到脑 就变成脑的转移了 所以说 1931年到现在 大家都认同说 酸跟自由基累积会产生癌症 2012年也是有一个医师 写了一本书 Cancer as a Metabolic Disease 癌症是一种新陈代谢疾病 就是西巴内酸跟自由基中毒 那事实上癌症是一个 西巴内酸中毒最后的一个 引起的最严重的疾病 那我们来看 西巴内酸中毒也会引起过敏 肢力神经失调 胃食道逆流等等 半磨脱锤 还有脑神经发炎 精神病神经疾病 睡不好 全部有关 还有就是代谢症候群 三高 糖尿病 高血压 中风 心肌梗塞等等 第五局就是肢体免疫 免疫系统叛变 这些都跟 酸跟自由基有关 所以我们叫做 Intracellular Acidosis 细胞内酸中毒 那细胞内酸中毒 事实上是所有疾病的源头 所以你看上面 不管是什么疾病 脑神经也好 代谢症候群 癌症也好 它的一个 这个素状图 就说明了 细胞的酸跟自由基累累积过多 所以我们 治疗疾病 不要针对器官 一定要针对整体 把酸跟自由基排出来 那么酸跟自由基排出来 基本上我们要找出来 看你什么不能吃 厌血 还有就是说 你要吃到 长糖生酮饮食 这个酸就比较会 比较少产生 那么如果已经产生了 你可能就要吃救命饮食 就是断糖生酮饮食 来把酸 排得更多 还有就是要吸氢气 做这个奈米光能治疗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华自然医学里面治疗疾病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排酸最有效的两个方法 第一就是吸氢气 第二就是热疗 这个氢经过电解或者是子子交换 就会变成氢跟氧 那么这个氢跟氧把它吸进来 就会被这个跑到细胞里面就变成水了 逆向反应就变成水 还有帮忙充电 像这一个患者呢 他是干险20年 全身体无顽固 那么他这个 体验这个氢之前呢 他的尿酸减则是8 体验以后呢 就是7 那我们是氢 因为他还不是医疗气体 所以我们都不会摆在诊所里面 是叫他到这个 民间的这个体验管去体验 让他吸了清以后呢 他的自由剂也排出来了 可是呢 这个患者他不清楚 他很生气 他说 我没有自由剂的 为什么包 搞不到有自由剂 我跟他说 你的垃圾桶没垃圾啊 膀胱是垃圾桶嘛 尿是垃圾嘛 我们帮你把垃圾清出来了 他听了就很了解这样 像这一个患者也是 他是思觉失调 精神分裂 你看他的尿 大部分精神病的病人 都是酸中毒 你看他的尿是8 表示他脑细胞很酸 吸得清以后 他幻听幻觉很快就消失了 他的pH就变成5 就是8 你看蓝色的就变成红色的 还有他自由剂本来排不出来的 吸完以后就排出来了 所以说精神疾病 跟脑细胞酸中毒 几乎有绝对的关系 这样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诗意图 左边这个是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呢 他尿是酸的 因为尿里面有碱性的废气物 有酸性的废气物 酸比较多 碱比较少 所以呢 身体 尿一定是成酸性的 那么如果像右边这个人 他尿里面没有酸 他的尿是8.5 很碱 那么酸跑到哪里去的呢 酸就跑到他的身体里面 累积在细胞里面 那么所以他吸得氢以后 氢 加氧会变成水 然后就把酸排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很正确的 很震撼的一个方法 再来就是说 有关这个 人体 要排酸排自由剂 有一个能够跟氢来交替 使用的方法 就是热疗 生成核心热疗 用的是这个不可见光 你不会感觉到 这个跟三温暖不一样 你不会感觉到热 三温暖度会热到 六四五度 七十度 七十五度 这里你大概只能够热到 外面 舱里面到四十度左右 三十八九度 可是你的舌下温度会提升 我们用的是八百到 一千四奈米的这个冷光 不是热光 那么这个远红外线是热光 我们用的是近红外线 像这个患者也是这样 他这个第一次做热疗的时候 他的汗好浓浊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你看就淡了 那么他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尿 这个这个白色的是汗 汗这个一二三四都是汗 我们讲B细胞呕吐 让他把这个细胞把这个 自由基跟酸都吐出来 他的尿本来是七点五 酸减值 做完就变五点五 自由基本来排不出来的 就变成排出来了 这个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应 那么这两个都是尿 左边是热疗前 右边是中间是热疗后 那么右边就是 这个是汗 你看汗里面也是很多自由基 所以说 最后呢 就是要大家 不要吃到药命饮食 要吃 肠命饮食 什么叫做药命饮食呢 就是低脂饮食 高淀粉饮食 以淀粉为主的素食 还有高蛋白饮食 这些都叫做药命饮食 那什么叫做 常命饮食 正常饮食呢 就是 仿造母乳 成分比例的饮食 也是一种均衡的饮食 还有就是 不生病的饮食 常命的饮食 叫做常糖生酮饮食 就是这个 五食 四食跟十的比例 这样的话呢 人才会健康 大家不要忘记 五食 四食 你把很多 营养成分 记在脑子里面 那么就可以 常保你健康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